身穿藍色上衣 體型壯碩的男子正在點手搖 沒想到近乘店員轉身工作時 一手將櫃台上的愛心捐款箱拿起來 接著放到腳踏車支舞欄 裝作若無其事 拿著買來的手搖快步離開 一位神不知鬼不覺 但一舉一動全被監視器拍下 來聽一段警方訪問 男子到飲料店購買飲料 近乘店員轉身準備飲料沒注意時 拖走櫃台上的內偶 約新台幣200元的愛心捐款箱 事發在上個月27號高雄鳳山區偷竊的黃姓男子 竟稱店員不注意偷走櫃台的愛心捐款箱 警方獲報後 巡線追查兩天 凌晨在國父路公園發現偷竊的男子 正在長椅上呼呼大睡 將他逮個鎮著 他聲稱因為缺錢吃飯才會下手行竊 而愛心捐款箱裡面的200多元也已經花掉 不過原本要幫助人的愛心捐款箱 竟被當成偷竊目標 這下男子也將被依法送辦